- 出發! 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呢,我們要來做什麼呢? 我們做一件非常不知所云的事情 沒錯,我們今天要來剪瀏海 今天大概是我搬到香港的 第二...兩個半禮拜吧 到一個新的地方,兩個半禮拜 其實是不足以學會一個語言 讓我能夠去理髮廳剪頭髮的 但是我的瀏海已經長到一個無髮無天的地步 就是已經干擾到我的日常生活了 你們懂那個痛苦嗎? 現在的時間大概是晚上的11點55分 也就是快要半夜了 所以是不是什麼在半夜剪頭髮會... 好好,沒事,我不要亂想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要讓你的頭髮就是微微的濕 所以我剛洗完澡稍微風乾了一下 Perfect 第二個是你剪頭髮需要的工具 也就是一把剪刀 那因為我沒有專門剪頭髮的 所以我就是用一般的剪刀來代替 當然如果家裡有理髮用的剪刀 就是很棒 但是沒有的話... 第三個 我們需要一個容器來接那個剪完 那個掉下來的頭髮 那因為我才剛搬進來 大概一個多禮拜 我連一個水盆都沒有 所以... 我準備了一個鍋子 在大家開始攻擊我說 這樣很不衛生之前沒有問題 我已經做了防護措施 我就是把我的鍋子用那個保鮮膜 稍微的鋪滿一層 這樣我等一下就這樣 一抓起來 我就可以丟掉了 再來最後一個呢 是我總不能就是看著螢幕剪頭髮吧 所以呢 所以我準備了這個眼影盤的鏡子 所以把它架好在這裡 其實我也不是第一次自己剪瀏海了 我其實常常在家裡自己修 但是都修的跟狗可能一樣 給你們拉近一點看我的頭髮 你看我的頭髮 整整已經遮到眼睛的下眼剪的地方了 先說我並不是剪頭髮的大師 我只是懶得去理髮店 以及想要省錢的一個女生而已 所以 現在我就好像剪到這麼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家裡 自己剪頭髮的經驗呢 如果有的話可以留言在下面 我知道網路上面很多人在剪瀏海 他都是從沒有瀏海 然後自己剪到變有瀏海 但是我是本來就有瀏海 然後受不了 自己在修瀏海這樣 我先剪 來囉 大家準備好了嗎 我們3 2 1 重點是呢 我好像家裡還沒有梳子 等一下 我找一下我是不是有梳子 我居然完全忘記梳子 天啊 還好還好 找到一把 稍微的梳一下 好像還行吧 對吧 你這樣不是那個理髮師都會這樣 這樣子剪嗎 其實我不知道他的原理是什麼 但是 就好像照著剪好了 直的垂直的 剪一下 好像有點剪太短了 再來呢 就是用剪刀稍微修一下 自己覺得需要修改的地方 大家知道嗎 其實我現在沒有戴隱形眼鏡 也沒有戴眼鏡 所以我其實 看到鏡子裡面是蒙的 大家要小心不要戳到眼睛哦 安全第一 知道嗎 大家覺得怎麼樣 至少他現在不會干擾到我的視線了 我覺得好像 蠻OK的 而且你知道濕濕的頭髮現在這樣好像 很像韓國的空氣瀏海 飄逸的咧 啊 我的臉上都是剪完的毛髮 今天我剪的大概有兩公分吧 有兩公分瀏海這麼多 你想想喔 兩公分就是在這裡喔 哇 我這幾天真的是被瀏海遮到 我真的是怒火衝燒 真的是怒火衝燒耶 我的天啊 anyway 剛剛我說是11點55分開始剪的嘛 現在是12點04分 所以呢大家知道我們大概在5分鐘之內 就可以完成剪瀏海這個重責 大人只要我可以 你也可以 那在等乾的同時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現在會講的廣東話好了 我現在會講呢 好 稍微再乾了一點之後呢 他就變成這樣子了 其實我覺得剪的還蠻不錯的吧 我覺得我難得 在做手工衣這方面 還有一點點的 就是你知道 甜粉 謝謝大家今天跟我一起剪頭髮 影片大概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thumbs up 然後呢 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一個 我先剪 再修一點好了 內水龍色蠻耶 我就可以把它丟掉了 我是不是很聰明呢 我是不是很聰明呢 我是不是很聰明呢